- 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搞好了 - 然后叫国内 叫工人师傅做一下 - 这一套墙也就卖几千块钱 - 再加拿大这一套墙 - 买一半 - 买一半 甩 神经病 然后 其实还可以 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盯上去 到时候把这个鞋枪搞一搞 鞋子都带来给它放满 摆霜肯定是有的 然后下面可能放一些炒完了几八糟的 这个地方bear break OK差不多就这样 那边还在想 贴一个我成功成功人士的海报 我这是自画箱 这个 墙 所以我们昨天呢就一千万 国内的人工真的很便宜 这个昨天一天 两个小时师傅就把这个墙搞好了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的就是 我们对比一下加拿大的我自己的鞋枪 跟这里的鞋枪其实基本上一模一样 但是成本的话 加拿大的鞋枪比这里贵了五倍 因为我加拿大的鞋枪是2000加币 这里呢可能也就 总共成本加的人工可能也就是2000 人民币出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些鞋款呢 其实已经摆上去了 然后 乔1到乔10 十几 反正就是乔单的正单的七八糟的 还有一些火的款 Union啊 这个鞋子我也不介绍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工作室 然后 好的鞋子我们也有 Dior 对上的是吧 对上鞋子 然后 后面倒是包 这边我们放一套 这边我们放一套 The 10 然后Vitrainer我们也有 这边呢 因为为什么这边是空的 我们这个 钩子买的没够 所以明天钩子到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 我们还有Trust道的一套 一套Trust道 反正就是正常鞋子 就是我们加拿大鞋子 该有的 这边也有 没有的 这里也有 像什么Kobe啊 这种Kobe我们都有 这边一面墙 到时候这里呢 也还有放很多 这一面墙估计100 一到百双得有 差不多就是 这个鞋墙的一个update 然后我们里面 里面 就是我里面的话 到时候我也会装一个 这边也会装个架子 放很贵的鞋子 就比如说放 放这种鞋子 放特别贵的 价格 价格可能是 就是小十万的这种鞋子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倒 这两天可能会去 倒一双黄龙虾 这种比较肯的 反正到时候什么都有 现在也是一个 刚刚算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成型 一个计算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今天的 马上生日 今天的想法就是去 正好 上次跟大家说去探店 但是没机会嘛 就是那天晚上太晚了 这个晚了 今天我们就去旁边一些店 上海一些本地一些鞋店 我们去逛个几家 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然后给你挑一声礼物 然后 预算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吧 差不多这样 然后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出发 所以呢这个出门之前呢 先给大家做一下 久违的吃播 反正到国内 然后 我知道在国 其实在国外我们 有一个很难受的点 就是我们特别想吃 国内的肯德基麦阿老 我们只有出国之后 才知道国内的肯德基麦阿老 多有吃呢 然后他妈 回来了 然后其实这天一直很忙 就没有时间吃这个东西 今天第一次 哇 终于吃到肯德基了 真的是想得不行 赤筒 看看 赤筒 里面放的天椒粉 这些东西好像100多吧 30刀 但你想在加拿大的国外 30刀的赤筒 能吃这些东西跟我吃不到 这个东西估计得 100 怎么都100 这个赤筒 哎呦 卡卡的 然后 蛋挞 我最爱吃可能是蛋挞 普世蛋挞 这普世蛋挞 然后呢 这个是 4个蛋挞 哎呦 卡卡的 最爱是老北京旧卷 这是老北京旧卷 酒蒸果汁 然后土豆泥 OK 兄弟们 先吃什么 哇 我真的饿死 我是真的爆饿 呼 来个酒蒸果汁 哎 哇 啊 想想想 现在吃了这个脆笔剂了 哦 哦 哇 好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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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讲我喝了这么久 我天天去吃饭局 甚至海鲜那些东西 我觉得真的没可能迹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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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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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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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呦 齐飞喽 哎呦 加一个吃主食 哎 老北京就是这儿哈 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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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en wrap 哎呀 等等 国外老北京就是这样 真的 我这每天就点 哎 其实我直接在想 那国外 你说如果 能有一家国外的 国外的 自己的开的炸鸡店 能做出肯德基的味道 我跟你讲 真的爆买 嗯 嗯 哇 这个美奶就是这样 配上 老北京鲸鸡肉卷那个 酱汁 再配上炸鸡 再配黄花 哦 味噌 嗯 你看 现在就是 回过就很舒服 看着 看着陆家嘴的 景色 吃着肯德基 呵呵呵 对了啊 嘿嘿 哦 嗯 嗯 真的 嗯 你呢 在国内有观众 可能不懂我们在国外 吃不到这种 可能他鸡翅痛苦 但是这种 这样吃到那种感觉 就是不一样 懂的人 都懂 只有在国外的人 懂这个这种孙楚 就是国外那种臭食快餐 真的那个鸡翅 像他们木乃伊 也不可以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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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甜甜 拍完手动一秒 再吃个鸡翅 这个酱 这个辣酱 甜味 然后带点咸 而且好好吃 你知道吗 嗯 如果我现在在国外好好吃 朋友 是吧 不要犹豫 赶紧请外卖 好好赚钱 努力工作 我认真吃饭 这是我回国的 三个目标 不得了不得了 再吃个鸡翅 嗯 嗯 哇 真的香 我们挑战一下一口一个蛋挞 我感觉这蛋挞 真的可以一口一个 嗯 嗯 我这晚上还有饭局 这中饭 吃这么多是不是特别好啊 唉 算了 先吃吧 不完了 那现在又想讨论一点 聊天 这国的一个女生啊 这吃饭就要吃日料 日料 什么上房火锅这种东西 很好吃吗 很帅吗 一一一餐吃四五千 吃没有不饱 还什么听光崩溪 你知道吗 你根本就吃不惯生鱼片嘛 对不对 你一一年能吃几次生鱼片 像把棒之类的 是不是 一天一觉天天吃这种东西 吃吃不懂 人家给你讲 讲解这个菜 屌猫听不懂 音味听不懂 装的被盖死 他妈 不过是吧 该吃高洁就得吃高洁 只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没有必要摊摊都要吃日料之类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 最快乐就是吃那种快餐的事 香辣鸡翠堡 这个东西我在国外 对 馋很久了 哇 哇 哇哭哭 超好吃的 嗯 嗯 嗯 超好吃的 超好吃 超好吃的 哇 嗯 嗯 嗯 哇 真瘦 你像我這個人 平時我覺得不太瘦一點 但我不怕 可是我對身體還有一個東西呢 我是覺得人有衣服 我把該遮肉遮掉不就好了 其實我對健身這個事情來說 只要不是身體 真的是 比如說三高啊脂肪肝之類的 平時找住的運動不用 我個人就是不用每天吃什麼 白日熔肉之類的東西 因為這人呢 一輩子活這麼久 你還不如趕緊該吃吃該喝喝 再不影響健康的現場 雖然是身材是肯定是不太行的 你去沙灘完蛋 但是誰去沙灘 是你明 現在這泡女生不都是 越如裝 半島 吃個日料 怎麼怎麼地 看夜哥 蹦地 所以難以 還是靠實力說話 好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做這個店 我希望 一年之後 我的辦公室 和我現在這個公室一樣大 我們搬到上面去 大家靜安去 靜安 新鮮地那邊再開分店 分的location 嗯 嗯 嗯 整天不吃那麼多 本來我把這個吃掉了 但是 晚上 我們一二七七 秀喜無 所以 這午餐差不多是這樣 隨便吃一點 不要吃太多 兩個漢堡 咖啡 兩個漢堡 兩個雞腿 兩個蛋挞 一個土豆泥 隨便吃一點 其實我還想把這個吃掉 但是 我都吃到了晚上 晚上等下我都沒東西 沒肚子吃東西 差不多這樣 我們等下就探店 Let's go hello大家好 所以我們現在到巨鹿路 就巨鹿路 基本上巨鹿路和新鮮路這邊 就是上海這個潮流就做的 就是店都在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在 等下就探测架 Honest Honest 還有後面還有一個 FMU兩家 看看裡面有什麼鞋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今天正好 我想買點東西 買個誰 自己買個身上禮物 所以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的 OK 差不多這樣 我們現在到了第一家店 然後我們看了這邊 看了一下 因為我普貨的不怎麼給大家看 因為普貨 我加拿大跟國內的價格 其實差的沒有太多 然後我沒有 價格 不過東西蠻多的 然後我主要給大家看 比較厲害的一點 厲害的一些鞋子 然後因為現在國內 LV Trainer很多嘛 這些Trainer 亂七八糟 因為加拿大鞋店 現在還沒有流行這個東西 不過現在國內還是很猛的 然後你可以看這邊 CPM Dunk 然後Water Dunk 這些東西 還可以 然後我今天是買了一雙這個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這個是到時候 剛剛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還有個D邦 這是高邦 還有個D邦 準備看買哪個 這個看一下 然後現在國內他們很流行 Miri 這個 你們覺得這OK嗎 我個人來說是欣賞不太來的 不過其實還行啊 但是就看價格 五六千五可能不會結束 然後差不多這樣 我們現在去買單 Let's go OK 差不多呢 我們這個上海探店就結束了 那這些上海探店呢 我買了 一共我又買了一個 一雙這個 在MFMU買了一雙Air Force One 那其實呢 我覺得這些上海探店的總共的 就是所有的行程來說 我總結一下 國內的鞋墊 就是注重裝修 但是我覺得他們可能就是 可能以我看來 我因為我逛過很多國外的鞋墊 包括我們自己加拿大的一些店 我覺得可能風格不同的是 在國外大家比較注重貨的質量 注重很鞋的數量 注重很多 就是裝修可能注重的沒有那麼的多 大家主要注重在這個鞋的數量上面 還有鞋的質量上面 但國內我感覺可能就是 注重的點更在於裝修可能打卡這種東西 可能對於很鞋的這種東西 在乎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導致了我這次來去了很多家店 看半天人家最貴的雙鞋就是用出費用 可能是沒擺出來啊 可能我沒看見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什麼 除了FMU Lab那一個牆之外 沒有什麼讓我特別驚豔的鞋子 因為我其實也去了Soulstage 在Soulstage 人家美國都做得很好了 然後人家鞋也很多嘛 黃龍蝦亂七八糟的 也有 但是人家是因為在國外已經有一個 這個基礎的回國的一個店 肯定怎麼樣都不會差的嘛 但是我說國內本土的一些店 我覺得可能好鞋的數量還是差了一點 我自己個人來說啊 因為我自己去店裡面 我都一般我都不看那些普通的東西 我都看好的鞋 因為我自己現在喜歡收藏那些好的鞋子 所以現在呢 這次所以這次在FMU Lab 我就真的是比較難碰的一雙鞋 就是這雙John Geiger的 John Geiger的這雙Mist Check 這雙John Geiger的Mist Check 其實這麼說吧 這雙鞋不是一雙市售的鞋子 他這一雙鞋是一個非常知名的 一個球鞋定制的一個團隊 Shoe Surgeon他定制一雙鞋子 那這個鞋子其實很早 你說Nike開始玩Shoe Surgeon什麼時候 大家覺得玩Nike玩Shoe Surgeon什麼時候 Nike玩Shoe Surgeon 我個人覺得是Trile Scott 開始玩了換勾 2019年 2018年Trile Scott做了這個換勾的 Air Force One之後 然後Nike之後才注重 會做比如說做有些 做魔術貼亂七八糟 甚至於Shoe Surgeon到處滿天飛這種東西 才會再到後面的倒勾 其實滿老之前這個John Geiger 就有在做這個Mist Check這個東西 其實我個人覺得 Trile Scott也算是借鑒了 John Geiger這個靈感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東西的創始者 就是這個玩法的一個創始者 應該是John Geiger 那這雙鞋子其實怎麼說呢 細節方面沒法說 一共16個16種不同材質的蘇石logo 然後定在一雙Air Force One上 你說它簡單嘛 但也簡單 其實但是有時候就是這種最簡單的設計 有時候就是這種最簡單的想法 很簡單的把它放在鞋子上面 就是有一種很好的感覺 就是這個鞋子 因為這個鞋子 我注意到它什麼時候 注意到它的時候 應該就是2018年它剛出的時候 2018年剛出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這雙鞋子 因為這雙鞋子發售價特別貴 550美金 那其實對於一雙Air Force One 價格是比較不能接受的 550美金值個人民幣3000塊錢 可能3000塊錢的話 挺貴的 因為那時候Trust God那個鞋 也可能3000塊錢 當然沒有人會花3000塊錢去買這雙鞋子 但是呢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雙鞋子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並沒有強到 而當時我也在國外 國外其實也沒有 因為這雙鞋子其實挺卸亮的 應該是70幾雙還是 70幾雙應該是 有高筒版本地筒版本 我當然喜歡就是這個低筒版本 因為我覺得它很像之前那個 G繁星那個Air Force One 因為我個人特別喜歡穿Air Force One 所以這雙鞋子 我也是直接就在FMU Lab 看到的時候我覺得 哎呦這個店可以 差不多 因為它還有一雙高幫的 當時我沒有買 但是鞋線已經有後悔了 這雙鞋子過去給它買了 那這雙低筒呢 也就是這雙低筒的 John Geiger Mist Checks 也是我這次在上海攤店裡面 唯一買的一雙鞋子 這個鞋子怎麼說呢 我覺得上嫂來說 無論收藏來說 上嫂來說 包括你這雙放置來說 無論不說它增值 這個鞋子的質感 就讓我覺得值這個 這三四千塊錢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子 在上海攤店裡面拿到 也是挺不錯的 就是我在國內攤店的時候 還是這次國內攤店 我還是收穫了一些東西的 也算是給自己的 手上禮物 是吧 這雙John Geiger的 Mr.Mass 大家可以覺得喜歡 可以扣一 YouTube是覺得這雙鞋子 你們之前有注意到的話 也可以講一下你的故事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東西呢 就是買了些小配飾 那這個配飾呢 其實連這個 Denna Asherman Denna Asherman 他這個石膏作品 他無論前一月份的時候 出了Charger 就是那個 因為2020年年末的時候 Logan Paul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Pokemon card的一個 一個視頻 那大家知道在YouTube上 Logan Paul基本上做什麼 大家就基本上 YouTube基本上 這個觀眾選擇去看什麼 那Logan Paul做了Pokemon card 這個東西之後呢 那Pokemon card 又是火了起來 現在Pokemon card 也算是一個投資 那Denna Asherman 其實在國外這些人 其實無論大到 小到你幾歲 大到六十幾歲 玩Pokemon card 就所謂的神奇寶貝 收藏卡 有點像球影卡 這個東西 年齡跨度是很大的 Logan Paul做了一個視頻之後 大家就覺得這個東西 開始回暖了 然後正好Denna Asherman 他前段時間 也出了Pokemon card 那這個Charger Charger就是碰火龍 碰火龍 它是最火的那個版本 就是First Edition的Charger 1997年1999年 那個Charger 那一個卡應該能賣到 哇 現在可能幾百 幾十萬美金最起碼 然後他就以那個原型 做了個石膏 那個石膏我當時沒想到 這個反正我扯得有點遠 但是 這次呢 我在一兩十幾年 看到了這個Denna Asherman 這個麻將 麻將的 麻將的一個小吊墜 然後正好我覺得其實 因為現在 昨天上次我不是講了 我不是買這個綠色的給我耳包嗎 我覺得有點單調 我說哎 要不要配一個小掛墜 正好我們最近不是要發 我們最近不是要開店嗎 店馬上開了 我們最近要做這個眼鏡品牌 然後正好買一個小吊墜 哎 發 發一下 是吧 其實價格還好吧 我得我上可能七百多塊錢 但是 我 再十幾點買東西 你就不要去跟 就是我跟他講 真的 最切記就是你去十幾點買東西 然後在那比來比去 比來比去 就是 你買的是現貨 你就不用等 所以你就這個不用等的時間 就值得一來買塊錢 就我自己來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Denna Asherman 他這個麻將這個 小吊墜 我覺得還是挺好汗 是吧 無論是你這個可以放這個包上 之後會很多包可以放 然後 事長還說 也重 分量也蠻足的 這個東西 怎麼說呢 不建議你們買 但是還可以 我是挺喜歡的 然後呢 然後正好我們想說 工作室 我買了一個這個工作室 要不要放一個大的 所以之後 我們就 我們公司就 花重金 一萬多塊錢 買了一個大的 Denna Asherman 那個大的麻將 不是麻將 這是這個發財 發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一套麻將 之後 到時候我們放到工作室裡 然後給大家看 就放一個比較好 因為 我雖然回國了 但是還是慢慢 迎合國內這些裝修 就是 裝修要做的好一點 所以還是要買一些這些東西的 這個東西就是 Denna Asherman 發了這個麻將的大的版本 然後這個版本 其實看著重量來說 看著很重 但其實挺輕的 我個人覺得分量 是那個小的足一點 但是 這個東西就是擺著 真的是很好看 怎麼說呢 藝術品嘛 這個不說它的價值 因為現在 我們就一萬多塊錢買的嘛 但是 這個東西你說它值嗎 因人而利 我覺得它值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 我看著它 放在工作室裡 我看著很舒服 可以給我們工作室帶來新的 就是有一種藝術的基調 但是你要說你 花這個錢 你比如說你是個學生 一萬多塊錢買這個 買一個破石膏 那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所以差不多就是 我們就是上海餐店的 基本上 全部的購買 那我們 其實之後還會去杭州餐店 杭州餐店 杭州餐店 杭州也是有很多好的店嘛 所以我們之後 你們也可以給我推薦 推薦上海還有什麼鞋店 我沒有去過 因為我現在去的都是一些 比較知名的 可能就是名氣比較大的 可能有一些小的 因為我個人喜歡 我就是喜歡逛小店 因為大店來說 他們已經有模式了 每家店的長得差不多 弄的貨也差不多 因為就是這樣子 所以差不多 就是這些視頻 如果大家喜歡的視頻 我來到這個頻道 然後我們工作室 現在最近 鞋商已經弄好了 然後我們在等很多的軟裝 最近硬裝 硬裝都弄完了 就在等軟裝 然後差不多開業時間的話 我們會在 下期 或者下期 給大家公佈一下 然後我們眼鏡的品牌 馬上就推出了 在一切所謂的 趕工當中 然後大家想支持 想了解一下的話 包括我們現在還是招人 簡歷還可以發 發到我們的 國內國內國外微信號 然後 差不多就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的視頻 然後覺得講得不錯的話 Follow Instagram 或者Follow微博 先把我的抖音 差不多這個視頻 我們下期見 Peace out Peace out 我們下期見